欢迎来到我们的天下文章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个非常有趣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科学家们在水星上发现了大量的碳元素 这些碳元素在高压高温和硫元素的作用下 可能形成了一层厚厚的钻石层 不过想要从水星上开采这些钻石 可是难上加难 毕竟它们深埋在485公里以下 而且水星的极端环境也让开采变得几乎不可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国际金融方面的新闻 俄罗斯正计划在金砖国家框架下 创建一个独立于美元的金融结算平台 名为金砖之桥 虽然这个平台目前还在畅想阶段 但各成员国预计会在今年10月的金砖峰会上讨论此一体 尽管有些人认为这个平台可能会像炸弹一样 爆炸性地影响全球金融体系 但实际情况可能还需要时间来验证 最后我们来聊聊科技大亨马斯克 他不仅在商业上风生水起 还利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X干预全球政治 从英国的骚乱到委内瑞拉的总统选举 再到德国的极右翼政党 马斯克的身影无处不在 他通过X平台频繁发表政治观点 甚至引发了一些国家的不满 欧洲委员会正在调查X平台上的有害内容 如果发现违规可能会对其进行巨额罚款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链石横久远水星遍地简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来自北京高压科学研究中心 比利时鲁问天主教大学 比利时列日大学的科学家在自然通讯 期刊上撰文指出 美国的信使号探测器在水星上 发现了丰富的碳元素 鉴于水星内部独特的地质环境 这些碳元素很有可能形成一层不断变厚的钻石层 两国学者也通过高压高温实验 热力学模型 行星内部结构模型 证实了其可能性 在高压高温实验中 这一联合科研团队实现了70亿帕的高压环境 这相当于每平方米承受70吨的压力 北京高压科学研究中心的林彦豪指出 为了模拟水星地质 实验环境必须尽可能的精确 为此我们必须将仪器性能发挥到极限 仅靠高温高压 并不足以让碳元素变成钻石形态 硫元素的辅助也至关重要 联合科研团队 在信使号探测器传回的数据中发现 水星上存在足量的硫元素 11%的硫含量 就足以让硫元素结晶过程加快 两国科学家认为 水星表面曾经为液态的岩浆海所覆盖 而在这片岩浆海之中 石墨态的碳元素上浮到表面 冷却成为一层碳壳 而在岩浆海的底部 碳元素则在高温高压环境下 由硫元素辅助形成一层钻石层 在随后的水星地质演化过程中 岩浆海逐渐冷却 更多的钻石从内核深处上浮 钻石层因此逐渐变厚 最后可达15到18公里 不过科研团队在自然通讯的论文中也强调 以上数据均为基于实验和模型推算 与真实情况可能有所偏差 水星钻石难开采 德国慕尼黑理工大学的行星科学家 赖斯·菲勒普·莱斯 认为从实验与模型数据来看 水星钻石层确实可能存在 毕竟那里具备了高温高压等要素 不过赖斯认为 从水星开采钻石并不现实 因为其位于水星表面以下485公里的深处 即便在地球上 人类迄今为止最深的钻孔 也不过12公里 而且水星距离太阳非常近 表面温度高达480摄氏度 还有非常强烈的太阳辐射 这对任何试图着陆的航天器 都会是巨大挑战 此外 由于水星靠近太阳 对于从地球发射的航天器而言 是一个巨大的 引力适能景 因此向水星发射探测器 需要消耗大量的燃料 以及极其复杂精确的轨道控制 迄今为止 只有两枚探测器 实现了环绕水星飞行 第三枚探测器 是由欧空局和日本宇航机构 联合研制的贝皮可伦坡号 预计将在2025年抵达环水星轨道 届时有望核实 中国与比利时科学家的推测 Copyright 2024年 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 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 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金砖之桥能 取代美元吗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就在8月1日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 相当于上院议长 马特维言科 Valentina Matvianco 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 莫斯科计划在金砖国家的框架下 创建一个独立于美元的金融结算平台 金砖之桥 他说 俄方正在和所有金砖成员国的央行 才正不等职能机构进行对话 如果一切顺利 他将像炸弹一般爆炸 他甚至希望 今后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 也能使用金砖之桥支付体系 各成员国预计会在今年10月 与俄罗斯喀山的金砖峰会上 讨论此一题 不过 马特维言科也强调说 金砖之桥不 太会构建一种统一货币 也许只是某种 现在正在推广的数字货币 目前仍在畅想阶段 今年初 在X等多个社交平台上 一度流传消息称 金砖国家 已经开始打造 全新的数字支付平台 还宣扬称 金砖之桥有望 摧毁美元霸权 不过 该平台至今仍在倡议 讨论构想阶段 根据俄罗斯财政部 今年2月 在金砖国家财长 与央行行长会议上的说法 一份关于完善跨国 货币金融体系的报告 要到今年年底 才会提交给个成员国领导人 金砖之桥指示 报告中的倡议之一 而构建统一货币的说法 则来自于去年8月的 金砖国家南非峰会 当时巴西总统卢拉 Louis Enasio Lola Da Silva 呼吁各成员国 为彼此之间的贸易 和投资 创建共同货币 以降低美元汇率波动的冲击 不过 鉴于金砖组织各成员国 兼迥的经济 政治环境 以及极其不平衡的贸易关系 共同货币的构想并不现实 德国《柏林日报》则认为 金砖各国领导人 在10月的喀山峰会上是否能在 金砖之桥问题 尚取得共识也依然存疑 至于摧毁美元霸权制 说则更加不靠谱 目前 美国已经成功通过 对中资银行 施压阻挠中俄之间的本币支付 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运转 十分依赖于同中国的贸易 《柏林日报》等 Copyright 2024年 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 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 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马斯克如何利用X平台 干预全球政治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从英国的骚乱 委内瑞拉的总统选举 到德国应对 极右翼政党选项党 AFD 到处都有马斯克的身影 但这只是这个亿万富翁 干预远离他所在的 美国德克萨斯州的 世界政治 三个最新的例子 美国大选即将举行 马斯克正积极利用 他的社交媒体平台X 支持特朗普的竞选 不仅如此 这位世界首富 还经常向他超过 1.93亿的粉丝 发表有关 其他国家政治问题的推文 尽管他对这些事情 往往一知半解 德国海因里希 博尔基金会主席 阿尔布雷希特 Jan Philip Albrecht 表示 马斯克在欧洲问题的辩论中 没有带来任何有信息 和有价值的观点 这并不奇怪 因为他住在美国 主要与美国观众交流 虽然马斯克的干预 涉及广泛的问题 但他们往往遵循 相似的模式 通常 这位亿万富翁 谴责他认为的 左翼理想和倾向 他认为 这些倾向 正在导致社会的退化 马斯克处在一个 非常特定的极端自由主义 和右翼民粹主义 反动声音的泡沫中 阿尔布雷希特说 他是德国绿党成员 该党是德国执政联盟的 一部分 他认为 马斯克的大部分信息 都来自这些圈子 常常传播阴谋论 和虚假信息 考虑到他的影响力 尤其是他的平台的影响力 这非常令人担忧 阿尔布雷希特 告诉德国之声 通过X平台 插手政治的野心 自1990年代中期 创立第一家公司以来 这位出生于南非 移民美国的企业家 创办了一系列成功的企业 积累了超过 2090亿美元的财富 在过去的十年里 他参与的航天公司 SpaceX及其卫星子公司星链 Starlink等项目 也帮助他获得了 越来越多的政治影响力 然而 马斯克通过X平台 插手政治的野心 更加明显 2022年 他购买了这个平台 当时他的名字叫推特 推特 从那时起 从那时起 右翼内容 创作者的整个生态系统 就在该平台上建立起来 与此同时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 2024年的一项研究 X越来越受到 右倾用户的欢迎 马斯克本人 每天发布和分享几条帖子 从表情包到公司公告 再到频繁的政治问题评论 美国圣母大学 社会科学家法恰尼 Matthew Faxianney 表示 长期以来 马斯克一直被认为 在意识形态上无法识别 自从获得该平台以来 马斯克公开支持 更多的右翼观点和右翼政客 研究社交网络 和政治两极分化的 法恰尼表示 马斯克的在线活动表明 这位亿万富翁 在他的平台上 消费了大量的右翼内容 很多人都会陷入 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回声式 马斯克似乎也不例外 不同之处 使他拥有巨大的财富和影响力 法恰尼告诉德国之声 和各国政治人物打嘴炮 这位亿万富翁的 介入政治辩论的欲望 遍及全球 8月初 他在X上暗示 英国内战不可避免后 英国政府表达不满 在此骚乱中 英国各地的清真寺 和收容寻求庇护者的酒店 遭到袭击 英国政府发言人批评他的言论 称马斯克的言论 没有正当理由 马斯克随后加倍攻击 将英国首相基尔 斯塔莫称为 双标基尔 这是右翼圈子流传的一种叙述 称英国警察对待白人 及右翼暴徒 比少数族裔更严厉 在评论英国局势之前 马斯克与委内瑞拉总统 马杜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他们的交锋 导致马斯克称 马杜罗为独裁者 并表示 他将亲自把马杜罗 拖在驴上送 到美国关塔纳摩居留中心 几天后 马杜罗签署了一项法令 暂时封锁了 委内瑞拉国内对X的访问 同情德国极右翼 在德国政治方面 马斯克多次通过表达 对极右翼政党选项党 AFD的同情 将选项党的部分成员归类为 极右翼极端分子 2023年秋天 这位亿万富翁 分享了一篇 批评德国政府 处理非法移民问题的帖子 并表示支持选项党 今年6月 他回应了一位 在右翼圈子中 颇受欢迎的网红的帖子 该网红表示 他投票给了选项党 马斯克则发推文说 他们一直在说极右翼 但我独到的选项党政策 并不极端 不遵守规则的人 应该受到惩罚 绿党政治家阿尔布雷西特 是对马斯克干预德国政治 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 他表示 马斯克可以在现有法律的范围内 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 但问题在于 阿尔布雷西特指出 他是利用X 他自己购买并控制的平台 来做这些事情的 他说 这让人质疑该平台的中立性 以及 作为曾经的推特 推特 与其他社交媒体 平台一样 在欧盟享有的中立特权 当社交媒体平台 在2000年代首次出现时 欧洲立法者决定 将他们一般视为 人们用来交流的中立平台 类似于电信提供商 随着新社交媒体法律 数字服务法 DSA的生效 是时候重新评估这一立场了 欧盟委员会 正在依据数字服务法 就X平台上的有害内容 展开调查 如果欧盟发现 X不遵守 其打击非法内容 和虚假信息的规则 或透明度要求 该公司可能会面临 高达其全球收入6%的巨额罚款 欧洲委员会 必须以最大限度的严厉性 对待像马斯克这样的行为者 阿尔布雷希特 告诉德国之声 这位前欧洲议会议员说 并不是说 这个平台应该消失 也不是说 马斯克不应该 被允许表达他的意见 但他必须像其他人一样 遵守规则 任何不遵守规则的人 都应该受到惩罚 Copyright 2024年 德国之声版权声明 本文所有内容 受到著作权法保护 如无德国之声特别授权 不得擅自使用 任何不当行为 都将导致追偿 并受到刑事追究 作者 Janice Delker 路透报道 美国官员称 数名美国和联军人员 在对叙利亚的袭击中 受到轻伤 美国之音中文网 据路透社报道 一名美国官员表示 数名美国和联军人员 星期五 8月9日 于叙利亚 遭到无人机袭击而受伤 这是中东紧张局势加剧之际 近日针对美军的第二起重大袭击 美国军方最初评估 这次无人机的袭击中 没有人员伤亡 但经过更深入的审视后 发现有部分人员受了轻伤 包括吸入烟雾 其中一些人 被转移到了其他地点 这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 于星期六表示 这些伤者的伤势并不严重 但有些人员接受了 创伤性脑损伤检查 这名官员补充道 有几名士兵 被转移到其他地点 进行进一步评估 据这名官员表示 没有任何组织宣称 对这次袭击负责 但过去类似的袭击 通常是由伊朗支持的组织所发动 此次无人机袭击事件发生之前 美国于星期一 8月5日 遭到疑似由伊朗支持的民兵 发射火箭弹 袭击其位于伊拉克西部的爱因 阿萨德空军基地 造成5名美军 和2名美国合同工受伤 最新伤亡消息传来之际 中东地区正准备应对伊朗及其盟友 可能发起的新一轮攻击 7月31日 由伊朗支持的哈马斯政治领袖 伊斯梅尔、哈尼亚、埃斯玛尤·哈尼亚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遭暗杀身亡 此次袭击事件 引发了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威胁 目前 以色列正在加杀与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作战 伊朗指责以色列策划这起暗杀行动 以色列则尚未声称对此负责 在哈尼亚被杀的几个小时前 以色列对贝鲁特的袭击 造成伊朗支持的 黎巴嫩真主党运动的军事首领 弗阿德、舒克尔、弗沃·舒克尔丧生 以色列说 这是对哥兰高地 遭到致命火箭弹袭击的报复 这加剧了外界对加杀冲突 可能演变为更大规模的 中东战争的担忧 伊朗表示 美国因支持以色列 而对哈尼亚的遇刺事件负有责任 美国国防部长 劳埃德、奥斯汀、罗伊德·奥斯汀 表示 美国不会容忍对美国人员的袭击 但华盛顿也在试图 缓和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星期五的袭击 发生在鲁马林卓陆区 Rumalin Landing Zone 美国军队和美国主导的联军士兵 驻扎于此 美国在叙利亚的驻有900名士兵 在邻国伊拉克有2500名士兵 据称他们的任务 是为当地部队提供建议和协助 以防止伊斯兰国卷土重来 伊斯兰国于2014年占领了这两国的大部分领土 但后来遭到击退 此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一些美国议员敦促对孟加拉国官员实施制裁 美国之音中文网 部分美国国会议员 敦促对孟加拉国前总理谢赫 哈希纳·希克·哈塞纳的政府官员实施制裁 哈希纳最近辞去总理职务并逃离孟加拉国 与此同时 美国政府正式表态支持孟加拉国新的临时政府的成立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 尤努斯·姆哈曼·优纳领导的临时政府 星期四8月8日宣示就职 目标是在孟加拉国举行新一轮选举 上个月该国爆发了一场 以学生主导针对哈希纳的大规模抗议 这一波示威活动源于反对公职配额制度 后来升级为推翻哈希纳的运动 哈希纳今年1月 才通过逮捕数千名反对党领导人和支持者 再次赢得选举胜利 美国国务院批评这次选举不是自由和公平的 在哈希纳下台之前 他的政府残酷镇压反对者 至少有300人在镇压示威中丧生 其中许多是学生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 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 Chris Van Hollen说 那些策划残酷镇压的孟加拉国领导人 必须承担责任 我们呼吁政府制裁总书记奥拜杜尔 卡德尔 欧贝德·库德和内政部长阿萨杜扎曼 我们将继续努力支持一个和平民主的孟加拉国 范霍伦说 范霍伦和其他五名国会民主党人 致信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 安特尼·布林肯 和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 Janet Yellen 敦促对这些官员实施制裁 美国国务院对此表示 没有要预告与制裁有关的行动 我欢迎尤努斯博士 宣誓领导孟加拉国临时政府 美国支持他呼吁冷静与和平的号召 布林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中国外交部也对孟加拉国临时政府的成立 表示欢迎 中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中国一贯坚持 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 尊重孟加拉国的独立 主权和领土完整 尊重孟加拉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 始终奉行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 牧林友好政策 人权组织曾指责哈希纳 对抗议者过度使用武力 但他对此予以否认 哈希纳上星期一 8月5日乘坐直升机逃往印度 结束了他在孟加拉国长达15年的统治 哈希纳辞职后 学生抗议活动的目标 已经扩大到要求更多他任命的官员下台 并希望哈希纳回国接受审判 哈希纳的儿子 萨基布 瓦泽德 乔伊 CG Bwastejoy 最近称 一旦孟加拉国宣布举行大选 其母将从印度返回孟加拉国 他还说哈希纳从未正式辞职 就宪法而言他还是孟加拉国正式总理 他本来打算发表声明并提交辞呈 但随后 抗议者开始向总理官邸游行 我母亲甚至没有时间收拾好 哈希纳受到印度政府的保护 目前无法与他取得联系 哈希纳的下台既引发了欢呼 也带来暴力 他的官邸遭到洗劫 他父亲的雕像被推倒 同时有报道称 少数民族群体也成了攻击目标 此文依据了路透社的报道 地方财政吃紧 中国瓜旗补税风 德国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网 据美联社消息 超过十几家中国上市公司称 被税务部门要求补缴税款 此举被认为是在房地产低迷 导致土地收入大减的情况下 缓解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方式之一 近期 中共高层呼吁地方政府 扩展地方税源 且适当扩大 地方税收管理权限 提高债务管理能力 据悉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 高达约11兆美元 已成为中国经济的 主要系统性风险之一 中共曾提出300多项改革方针 旨在优化地方政府债务结构 但美国经济研究公司 熔顶集团 Rodium Group的专家 罗根、赖特、Logan Wright 则认为 当前中共不具备解决 以及应对地方财政危机的能力 追讨长期拖欠的税款 凸显地方财政紧张 中国食品业巨头 维维股份 在今年6月份发布的公告称 旗下一家子公司 被认定补缴30年的税款 补缴税额高达8500万元 约1200万美元 无独有偶 位于中国西部的藏格矿业公司 收到了两张总计 6.68亿元 约9200万美元的税单 相当于补缴20年的税款 据悉 中央政府控制大部分税收收入 地方政府只能从中央分配到相当有限的资金 且地方政府还要自行承担约80%的支出 包括公务员工资 社会服务开销 以及道路 学校等基础设施的投资 这就造成了地方政府资金紧张的局面 加上近年来 中国经济增长乏力 以及疫情期间 清零政策带来的负面效应 加重了地方政府增收的压力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 否认组织开展全国性的税务检查 指近期反映的是 对企业以前年度欠税进行催缴 对存在的风险给予提示 均属依法依规 正常履行税务部门职能 倒查欠款或打击企业 积极性个人也可成为追讨目标 突如其来的新税单 迫使一些企业不得不停产 宁波勃绘画工科技公司 在向当地税务局 补缴了5亿元 6900万美元的税款后 暂停了大部分生产 未渡过难关 该公司正在裁员并削减薪资 管方式的任意性 将打击企业的积极性 和民营经济的信心 香港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陈志武更是提到 中国经济放缓是不可避免的 不仅如此 据美联社报道 一些地方政府正在通过 由地方税务局 和当地警方合作的方式 来索要欠款 据悉自2019年以来 至少有23个省份已建立 警税合成作战中心 不仅仅是企业 个人也会成为追讨目标 据政府发布的公告显示 过去几年来 数十名歌手 演员和网红 因逃税被罚款数百万美元 网络主播威亚 就曾在2021年 因逃税漏税 被罚13亿元 2.1亿美元 财政危机是否能够化解 中国政府顾问 以及外部专家一致认为 当务之急是解决中央 和地方政府之间的 结构性失衡问题 然而 在最具权威主义的领导人 习近平领导下 决策过程变得愈发不透明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高级研究员 马丁 乔泽姆帕 Martin Kurzampa 认为 中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体系 外界难以了解 其内部发生的事情 经济学家还提到 解决地方债务危机 需要中央政府的干预 并表示 中央有份额 承担更多的债务 目前债务占GDP比 仅约为25% 远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 美国经济研究公司 荣顶集团 Rodium Group 的专家罗根 赖特 Logan Wright 认为 中国地方债务危机 是一个巨大的结构性问题 需要一个更为巨大的 结构性解决方案 且 债务问题没法绕过 目前情况再变得更糟 美联社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 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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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